字幕本身是想針對一些比較多人會遇到的問題 但我舉了兩個很極端的例子,我想聽聽Ref的意見 第一個例子是我聽聞,不是直接見到的 因為是很著名的作家,或是新聞工作者 他的兒子跳樓,他那晚繼續去做事,還寫寫論 第二個是一個演員,這是真事的,他爸爸過世,他那晚也照入廠 我猜他那樣堅強,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後創傷症候群 我看這個問題是否應該這樣呢? 我覺得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意思是說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像我們第一節所說的 可能他想有一些routine,我們答應了或之前計劃了的一天的行程 我覺得不只是純粹要維持這種秩序,或者所謂routine 而在這個routine裡面,他看到自己的存在價值 我經歷這些事情,但是我要對我的專業,或者對我的career 是有一個控制,或者尊重,要是比較正面的 如果是這樣,就更健康,可以是的,那是一個resource 當我們人去面對,例如剛才第一個,他兒子跳樓 他很自然會問生命是什麼 我們人生會去答這個問題,很自然會去答這個問題 如果是透過你自己的專業或存在 或者你透過你這個專業去維持到人的專業 其實就是這個行為,其實是正在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那件事本身,如果用一個很膚淺的 可以看來就是純粹是霸佔了一個時間不想 但也都是如果他自己本身可以用這些行為 或者繼續去彰顯或者actualize 信念 其實那是一個很好的力度 很好的力度去處理這些事情 人生可能真是終歸是會死 但有些東西可能比死亡 或者比生命的威嚇,那個價值 或者是更加需要去抓緊 因為我不是太熟,第一個例子 聽回來,但我的感覺是這樣 因為你可以有幾個層次 可以是這樣 其一是,如果你說去到那個人 他已經對生生死死 已經有一些哲學上的參考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不是純粹是專業的操守問題 可能已經啟通了 可以是這樣 另一個解釋就是,其實這個是在我們傳統 東方文化裏面都有的 就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你要堅持到自己的價值 要保持住 但我不知道這種做法 他頂得多強 我經常說一件事 有些說話就是,劇人每一個人都有他倒楣 絕對是 因為我們是機器 就算是金屬也有金屬疲勞 你頂,可能未到他那麽大的關頭 如果去到,每一個人劇都會倒楣 只不過問題就是,每個人承受的程度有多強 但是我個人相信 你越想得多,平時去多些問題思考 其實就會幫到你頂的硬度會比較高 對,那個是一個 所謂的視野 其實就是一個 你看到是一個cognitive 在那個認知的層面 你的視野,你的知識 或者你都會經常想人生的問題 生生死死 很多這些事情 具體例子 我看過譬如說那些狀元佛教 我說真的 不是說現在的在香港的樓 很大分別 因為他們的訓練就是 花很長時間去想 去預備這些情況 但我們不說 因為始終是少數 我只是提出來說 有些人可以這樣處理法 但畢竟都是極少數 但我想最負責 最受傷害就是小孩子 我覺得一個具體例子 譬如說近年 這麼多學生他輕生 特別如果在學校裡輕生 那些同學見到 那些事情你們有沒有處理過 同學 這個就沒有 家人死了 找木島去自殺 整個過程 就有 學生死 沒有木島的 也有輔導過 他可能在家裡自殺 但是你第二天回來也很麻煩 很麻煩 你平時這個位置有人 突然那個位置沒有人 是的 是的 那些學生會問 一定會想 就是他因什麼事死 是因為 是否我們令到他死 或是老師 令到他死 是否在學業上 不愛扶低學校朋友 和家庭 這幾個因素 所以整班的氣氛 其實簡單來說 不能正常運作 其實最好的時候 都是最好的 最好給予更多 即是班學 但是他可不可以拆散 那班 然後做什麼 就是拆散 簡單來說 你那個班房 那些同學以前 不認識這個小朋友 他過來 那些同學 不會重遇那個影像 我經常想 我最直覺見到 就是那個班房 就殺人 但是刺了一個位置出來 那你刺了一個位置出來 就不斷去想那個問題 我明白 但是我又怕一件事 就是誰跟我坐那個位置 OK OK 你想想 我先想一些事情 沒有實際 好 非常之實際 還有你很有趣的 你那個想法 是顧到某一種 有一半的人的心態 但有一半的人 亦都可以留意一下 譬如說 我們當時 真的有個學生去過身 那他將桌子 或者他那些 他放下櫃桶裡面的東西 又或者他的功課 那他怎樣處理 或者他有一些作品 或者他畫了一些畫 可能就貼糖 之類之類 其實通常我們那個做法 就是不要太快去拿走 但也都不要 讓他放在那裡 讓他留在那裡 其實那個位置 因為簡單來說 我們是跟深路歷程走 那個路線 但當然你一班裡面來講 每個人的那個 variation 那個濃烈度 和這個過身的學生 那個親密度 和朋友 或者他知道 事情有多少 都有關 但起碼有一些 簡單的提醒 就是說 不要馬上取而代之 即那個鬼已經 就馬上消失了 因為那樣東西 會令到學生 好像覺得那種 不開心 或者是一個停止 停止下來 叫他們不要再想了 對現在這個世代的人 以前的世代的人 可能硬朗一點 就沒有問題 但現在這個世代的人 就不是了 他要宣洩 他要給個空間 他要給個空間 不同的 比如說很早 我們兩代左右 你生了很多 其實很多會死的 是啊 那個生存下去的機會很高 不同現在 現在你不會想這件事 但如果譬如說 以前生了多大 有些人會養不大 是啊 或者可能六十多歲 死亡已經覺得 是一個自然死亡 現在六十多歲 死亡很多人都不太適應 或者習慣 我覺得都是很早死 可能八十多歲 才是正常離開 所以如果在班房裏 你太快 和太長時間 或者老師叫做不生性 經常都提起 舊時 即這個學生的 其實老師沒有這方面的 訓練 我想少了 是嗎 少的 這個對我來說是新鮮 不是太多 我想是出了事之後 通常會有機制給清零的老師 因為確實他們靜止不下 或者他們根本要搞課堂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正如我們之前都說 他始終是接觸人的 或者接觸學生的 應該要有 或者要有足夠的 其實有這樣的課程 不過可能太短 其實根本他自己都未完成 說真的去到這些事 另外說 譬如老師突然間不在呢 也有的 有的 一樣 其實是學校要去 班主任 過身有班主任那個 因為那班是一班 跟他們時時經常接觸 或者在課堂 第一堂已經是 可能派一些報告 那些報告 那個影響會大一點 其實也是需要有 通常可能有些心理學家 在班房裏面看歲數 如果是去到中學 跟小學做法不同 小學可以大班一起去做多些 即可能寫一些紀念的卡 或者可能去 有些甚至去到中學 可能他們會夾錢買花牌 做一些去 儀式化 儀式化 或者去那個心意 可以對老師的敬愛 或者懷念 如果是成熟一點 譬如說中學 通常會拆開小班 去逐個 或者是幾個 五六個 或者再小三四個人 的一群組 那些心理學家 或者一個學校社工 是分別去 有這樣的聚會 就不是讓他們自己說 自己說 越講學越差 可能是節奏了一些時間 一個小組 一個小組 就下去跟他們聊 說一下 讓他們抒解一下自己 對老師的感受 甚至可能有些嬌潮 即我聽過這麼多集 其實你們說很強調 就是 說出來比擺心好 是嗎 是 但是又不可以不斷批評他 不可以不斷批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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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不可以 因為你這樣做 人會變得很情緒 很情緒化 但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大家也要小心 就是 如果你整群人 大家一起哭喪 是要強調那種悲觀 悲情 所以那個力度 那個流量 其實是要拿捏 去多少 如果突然間 很簡單 譬如說一家人 媽媽和子女 其實 或是丈夫過身 其實已經很明顯 太太一般來說 那個情緒 那種倒是大過小朋友 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要做 是拆開他來做 你不要在一起 因為他們不是在 同一個群組 同一個程度 那種情緒反應 所以說出來 是叫做第一步 至少不會否定自己的感覺 還有這種感覺 讓他們覺得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這樣想 是否很有問題 因為個個都不出聲 個個都不說 很容易會出現 有好視乎你 哪種文化 是的 這個也是重要的 要計算 要計算 我們廣東人的文化 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第一件事 就是傳統給予我們 很多這些儀式 或者什麼 你很多舒緩 另外就是我們多口 我們喜歡說話 雖然我以前都覺得煩 但其實對我們心理健康 是好一點的 只不過是不要過量 對 適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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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是不斷 去增加一種情緒 其實也未必這麼正面 是的 但剛才我提到這件事 其實我想說一個方案給大家 就是在傳統的這些 心理的輔助以外 其實我們都找到很多 一種土豹方式 是 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太過比那件事 是影響到你 你試一下做另一件事 試一下 不要把自己的處理放在那裡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 你發覺心不由己 就是 經常說的 就是那個影像 或者那件事 不斷在你的腦海裡 這個就要處理了 講到最極端 其實現在是不是 都覺得 如果去到很嚴重 就是要吃藥 其實很多 其實怎樣說 這些病人 通常他們的想法就是 即使去到很嚴重 他們時時都會擔心 那個疾病 就是依賴了藥物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說 那個情形 譬如說他沒有工作 這樣才算 他沒有什麼壓力 其實他盡量想捱過就捱過 因為其實你吃藥 只不過按住了他 說到尾 那些藥物本身是令到你有什麼效果 我想沒有一種魔術藥 魔術藥 魔術藥 就是你吃了沒有了影像 沒有那件事 以我理解 是 但是如果吃藥 其實他 做到什麼 他想在你的身體裡面 產生什麼效果 令到你可以過到這關 這個跟這個 神經 訊息傳遞 因為如果 很簡單 這麼說 當然每一種藥 那個monicule 那個structure 就是那個 結構 分子結構 是不同的 簡單就是說 如果我們 當我們 一個病人 去吃benzo 或是吃一些叫做 鎮靜劑 鎮靜劑 其實他是把你的腦 其實會有很多 小的 一些 一些monicule 其實他是吃了一些藥 用那些藥 那些chemical 就會跟那個 好像一條 key 鎖匙一樣 插進去 就會令到你原本active 那些東西 會令到你有情緒 那些 將它全部 叫做 壓低了 所以如果 實際上令到你裡面 那個腦的活動減弱 是 正正如此 那你不同的藥 一直發展下去 做很多的科研 其實就是比較針對性 是哪一個部分 和哪一類型的monicule 什麼的分子 就是針對性 相對變得少些副作用 少些 它叫做 廣泛性地控制 如果你這樣看 簡單來說 我們那個情緒 都是受我們的腦 分泌和結構影響 絕對 絕對 那在解剖 譬如說 我們有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看腦 是不是看到一些東西出來 是啊 我剛才說 其實如果說 今天說的 創傷性後遺症 腦裏面 找出來 就是這班人 這班病人 去過身 看腦 原來那個海馬體 特別是比其他人小的 這些就是 這個是因 還是果 我們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 它可能原本是大的 但是經歷了這個創傷就變小了 還是還是 因為它的海馬體原本是小的 所以它經歷 它受不了這個 這是很有做研究的條件 它那個研究是用train 就是它是計算 馬生的 它應該是 它發現出來 就是一個果 就是如果一個人 那個海馬體比較小 就容易受 那些創傷 容易會衝擊一個人的情緒 或者你那個的復原 將那個的 分開畫面 那個的能力 是會低一點 但是其實這些 我們都說 在那個 就是 腦裏面 其實是可以改變 腦裏面那些活躍的能力 以及去訓練 腦裏面 可以叫做提升 可以改變那個network 就是傳送速度 各樣的東西 記住第一件事 就是 到了近年的研究 是證明一件事 是 腦裏即使你成長了 你到年紀大 都仍然可以 可以 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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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訓練 其實 其實 不過我們之前都說過 一些meditation 一些brainwork 一些腦裏的靜觀 風馳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應用在 今集我們講的題目 所以 如果你說藥物 其實他就是 做這些東西 藥物所以 是否需要吃 其實就好看那個人 去 頂不頂得順 頂得順 頂得順是有客觀的量度的 是的 舉個例子 例如你有沒有睡到 或者他有沒有影響你的工作 或者有沒有發噩夢 有沒有好暴躁 有沒有影響你的身體 或者你簡直是個人 差到連 真的落床 都不想落床 就會去到抑鬱的 如果是創傷後的症 如果去到太 你都叫做從何入手 如果你作為治療師 去幫他 你要找一個開放 你要找一個入手點 你起到第一步 其實就 真的不需要去吃藥 所以其實那個是 他會計算的 還有病人他都會想 我要給一千多二千元 只有兩個禮拜藥 我究竟吃多久 我吃多久 如果吃不久 排政府又要排 可能2018年 已經死了 他會考慮實實 你剛才說的 我看真的很實際問題 現在譬如說 在資源方面 如果經濟條件 不是那麼好的 你等吃藥 可能真的沒有病 變有病 變重病 在這樣的情況 通常 你會建議 那些人會怎樣做 社會是這樣的 政府就怕那些人自殺 因為會搞到整個社會的氣氛 確實 我又不是叫病人 是欺騙政府的資源 如果那個人 他真的有自殺念頭 我就會叫他 你去急性室 你說清楚 給那個醫生聽 你實際 其實那個自殺念頭 或者你想 少些人會傷害別人 但自殺就多 他就說 說密度是怎樣 我就問他 你有沒有想過自殺 你有多少計劃 這些事情 我知道醫生他讀過 他知道害怕 他會對這個病人 他會有一種警覺性 他見到他是這樣的情形 他就會很快轉介去認精神科 都是跟隨系統去做 如果他見到你沒有什麼事 有些個案 在說兩年多 或者三年 真的很誇張 這個又是 好了 如果真的還可以 一下子就好了 一下子就不好 但又似乎比較荒謬 比較荒謬 那件事本身 是很不正常的 很虛 超現實的 是 又可以這樣去做 另外有些可能是 他自己雖然沒有錢 但家庭 可能明天姊妹會幫忙 叫做同時間進行 一方面申請政府 跟著自己也去看私家 叫做釣住藥 可能十年多之後 就可以去政府那裡 都可以告訴政府 我精神科醫生正在開這幾種藥 你們可不可以都開 那些藥貴不貴 那些藥 政府不貴 政府便宜 那你私家 通常現在拆開兩個數 一個就是 consultation fee 就是診金費 一個就是藥貴 這樣 那有些如果他吃得一輪 都穩定的 或者醫生都覺得 他繼續 都吃的份量 接下來都可以先吃四個月 就叫那個病人 你不需要診金 你只是來拿藥 吃得一段時間 然後可能三四個月 即是我再討論 再見 有些醫生好心 多數都會拆開兩條數 都會解說給你聽 你只是給藥費 甚至有些醫生 譬如說經濟困難 他會寫紙 你也可以叫他寫醫生紙 拿著醫生紙 排階證 叫他轉精神科 亦都快些 所以政府簡單來說 就是去看 你那件事有多危險性 有沒有影響生命 你年輕一些 也是會排快些 就是看你在社會上的價值 那個生產性 又看有沒有專業人士 就是去轉介你 你有暴力 有家暴 那又是快些 簡單來說 就對中產階級有利少少 對無產階級不利 你無產階級對這些資源的認知 或者資訊 掌握少 所以 本來我們有網台 大家起碼知道 這個系統的機制就是這樣做法 你家庭醫生也可以 叫家庭醫生寫紙 去政府那裏 所以吃藥 那個情形的人的考量是這些 如果太差 你確實都要用藥 替平靜了一個人 尤其是去到幻覺那些 搞不定 那些就是真的 不是頂不頂的問題 是你幻覺其實是危險的 你聽到很多聲音 通常聲音都不會好 幻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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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幻覺 那些人跟蹤你 未必是有時聲音的 有時可能是影像 見到 見到屋裏面沒有人 甚至乎死亡的家人 跟他對話 這些 這些情形 我們建議他吃藥 甚至乎在那個階段 根本都不適合接受輔導 你再跟他談談 出了一些情緒的縱弊 是 所以這些我們 但這些是否要到臨床去掌握 你很難一個而言 是 但基本上 我一行頭應該都會同意 如果他有幻覺幻聽 你不會還叫他 只是做輔導 你這樣就很不尊重 很不專業 很違規 這些危險的位置 但我們可以總結這樣說 就是 一般來說 人的情緒是人的構成一部份 是 譬如說你遇到一個重大的災難 或者創傷 你有這種悲傷的情緒 這就是人之常情 我剛才舉的兩個例子 那些就非常人所求 所以大家就不要覺得 一定要講一下 沒有一個標準 你有親人身故 如果特別是自親 你有悲傷的情緒 是完全正常的 就不需要逃避 是 但只不過問題是 你接下來就是 這種情緒 他維持的幅度有多長 有多阻擾你 有多長 有多長 如果是長的時候 你對自己的精神狀態 其實要有自覺 是的 不要覺得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是可以 你主動去處理 是的 因為 你慢慢聽 我們這麼多節目 你慢慢都會 有很多的 一些所謂的 一些症狀 你覺得自己不對勁 其實就快點去找 求助 最基本的 或者最不需要收費的 就是從社工那裡去做 社工都會 應該認知 都會說回到 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真的需要吃藥 怎樣可以政府 這些是基本的 起碼你會開始 去正視這個問題 其實就會 是OK的 慢慢會好 總之不要搞到 一些事情 累積下來 就越難搞越難醫 但是我們可以去到 剛才我們所說的 有回憶 或者這些影像的停留 會不會有另一個極端 就是 你會完全忘記 是的 是 絕對會 尤其是 這個就變成了 是的 他是沒有了那個片段 那件事本身 空白了 所以我們通常 要幫他 尤其是他已經隔了幾年 我們很多時候 都給足夠的空間 或者給個提問 我們不會趨急他的 但是讓他慢慢想一下 那麼他到下次再輔導 再回來 他又會再講多一些 他說 我記得當時 我是怎樣 可能被我爸爸性侵犯 或者是當時的 事情是怎樣 因為那些事情 其實是太過 太過不安 和太過面對不到 通常都會 打入了前面 或者是去了一個 不是 我又很粗糙很直講講 就是說 你不知是甚麼事 但是你總是覺得有些問題 不安 你不知自己害怕甚麼 但是 那些很典型 譬如說 Sigman Floyd 或者Carol 要拿回你的記憶 特別是甚麼呢 Sigman Floyd 就是講這個 最早期的說法 就是很可能 你小時候遇到這些問題 是 你隨著你的年紀 有意或者無意 你又把那段記憶 蓋起來 是的 那他的責任 就把你的記憶拿出來 是的 那他有些甚麼 Sleep of tongue 他說話 有時說一下 一些說錯 其實那些事 就是你內心裏面 或是你前意識裏面的事 他有時會叫做Active 會出來 我們有時做心理治療 就是 你不會想 怎樣說 你控制那個過程 你不要讓那個病人 一下子傳出來 他受不了 他都會倒 所以那樣的 又是 這些就是 剛才台長說 拿捏那個臨床的經驗 你去多少 你其實想逐些 即是擠牙高息 讓他慢慢去消化 去process 或者所謂再談一下 這件事 怎樣去不同的角度 去看回這件事 或者他怎樣 不要再去自責自己 或者整件事 還有很多客觀 其他的因素 在當中 不需要覺得自己沒有救 那個人去死亡 這些就逐些去pick up 我們通常就 slow down 那個process 但是要將他可以出來 這樣他就不會失去 所以有些病人 有時來 我也不知道害怕什麼 但是我每次見到 紅色的車 我就會很害怕 或者聽到救火 那些嗶嗶嗶嗶聲 而且你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那你治療師 就幫他慢慢去search 其實通常這些都是 跟pdxd有關的 即是他有那個的失憶 即是那樣東西 你問我 其實這有太多類型 即是創傷後遺症 對 這些東西 你除了人生經驗 如果多 你只要記下了 其實你就很明白這些事 有不同的類型 今天也很豐富 我們也過了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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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